连续第二天 央行再进行30亿小额逆回购 意味着什么 文物价吗 分析认为 30亿逆回购可能更多是起到信号意义 给市场传递未来资金利率逐步回归常态的信号 并不代表央行收紧流动性 后续需提高资金利率波动性预期 并关注下半年宽货币或有边际收敛 7月5日周二 中国央行连续第二日进行30亿元7天7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为2.10% 于此前持平 今日1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单日实现净回笼1070亿元 规模为4月份以来最大 本周前两日实现净回笼2040亿元 7月4日 中国央行进行30亿元7天7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为2.10% 于此前持平 当天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实现净回笼970亿元 公告发布后 1到5年利率债收益率上行4.6BP 10年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上行幅度略高于2BP 反映出市场对后续资金利率收敛的担忧 那么央行连续两日逆回购投放缩量意味着什么 后续又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信号 分析认为30亿逆回购可能更多是起到信号意义 给市场传递未来资金利率逐步回归常态的信号 并不代表央行收紧流动性 首先来看为何逆回购投放缩量 智商证券李超团队指出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点再价不再量 操作量较小的核心原因是寄出银行间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资金缺口和流动性需求本身就不大 并不代表央行收紧流动性 广发证券流域 肖金川则类比2021年1月投放缩量情况来说明原因 一是特殊事件疫情触发的流动性充裕状态 二是债券市场对流动性充裕状态暂时不会结束 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 债势杠杆率攀升至较高水平 三是今年7月与2021年1月均为缴税大月 当月市场资金利率存在上行的驱动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30亿元逆回购投放之后 流动性充裕的状态仍在延续 7月4日Drive001 Drive007加权利率较7月1日反而略有下行 幅度分别为1.6、10.1个BP Drive007明显低于其中输水平7天逆回购利率2.1% 说明流动性仍然较为宽松 因此广发证券倾向于认为 30亿逆回购可能更多是起到信号意义 给市场传递未来资金利率逐步回归常态的信号 自2021年2月20日至今 央行每个交易日持续进行逆回购投放 投放量均在100亿元级以上 此次缩量至30亿元的信号意义相对明确 同时 这也可以间接给债势较高的杠杆率提醒 毕竟在央行投放30亿逆回购之前 6月末银行间隔业利率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季节性波动 这种波动与较高的杠杆资金需求不无关联 参考2021年1月投放50亿元 20亿元逆回购之后 1月中下旬 资金利率出现阶段收敛 进入2月 流动性再度转向相对宽松状态 而且是在春节流动性安排 仅投放逆回购的情况下 流动性相对宽松的状态一直延续至2022年 这也说明2021年1月的逆回购缩量 是流动性回归常态的信号 并非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信号 这双证券提示 关注下半年宽货币或有编辑收敛 时间点在8到9月 进入8月 需密切关注Drive007回归中枢水平 2.1%的节奏 收紧的驱动因素 在于保就业与稳物价两项最终目标 相对重要性的切换 首先 随着常态化检测助力常态化经济增长 经济回暖 就业市场改善 预计调查失业率数据逐步回落 保就业目标将逐步退出央行首要目标 其次 三季度稳物价的重要性将有所提高 预计CPI后续波动上行 8月就有上冲突破3%的风险 预计9月达到全年高点3.5%左右 进入三季度 央行对物价稳定的考量会逐步提高 由此央行首要目标将由稳增长保就业 切换为物价稳定 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略宽松 有边际转紧 综合两项指标 判断时间点在8月至9月 此外 货币政策转向将主要体现为货币端的收紧 即Drive 007将经历回归7天逆回购利率附近 双向波动的过程 若物价存在阶段性较大上行压力 Drive 007个别时段也可能加大波动幅度 广发证券提示 关注本轮流动性回归常态的过程 在债券市场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 需要提高对资金利率波动性的预期 除此之外 7月资金面 关注三个方面的信号 一是接下来 央行逆回购投放量是否延续30亿元 甚至进一步缩量 属于流动性回归常态信号的进一步确认 27月中旬税期 15日纳税申报截止 18到19日走款 关注税期央行逆回购投放是否放量对冲 以及税期隔夜资金利率波动幅度 是否类似6月末的短暂卖冲 3是7月下旬 关注跨越前后资金利率变动情况 确认财政支出因素 是否超出往年的季节性规律 关注税期财政支出因素 关注税期财政支出因素